另外一位37岁怀孕五个多月的孕妇在台南 她昨天下午到新营的婴儿用品店去买东西 但是下了毛毛雨 斜坡那个地板就变得很湿滑 一下车就害她滑倒了 紧急送到医院去检查 还好是没有大碍 但是附近的邻居说呢 婴儿用品店前面的这个斜坡 常常有行人或者是骑士在这边滑倒 加上出入店里面的不是孕妇就是小朋友 这太危险了 希望业者能够尽快地改善 当时那个太滑是不是 穿着黑色上衣的孕妇坐在鞋坡上表情痛苦 店员则是在一旁不断安抚 等着救护人员前来救护 要用三级老师单价吗 有有有有单价有单价 原来这名37岁的孕妇正准备下车买婴儿用品 疑似因为地板失滑 一个重心不稳直接跌坐在鞋坡上 公司处理一页 公司喔 对 公司一页帮我们改变设计 我们就交给公司呢 交给公司喔 家住台南市 是怀孕五个多月的37岁妇人 7号下午来到新营区的婴儿用品店 要买东西 但因为下起了某某细雨 黑白相间的磁砖 加上斜坡地板变得超湿滑 一下车就害她滑倒 送医后紧急检查 幸好没有大碍 好快一点就滑 这种就是会来一些妇女啊 怀孕的有没有 那你那个地板应该更安全一点 附近邻居说 很常有行人或是歧视在这边滑倒 加上出入婴儿用品店的 不是孕妇就是小朋友 希望业者能尽快改善 以免再次发生意外 记者拉官张行 S小组台南报导